欢迎来到阅读雷达发现令人惊艳的书籍 探索丰富多样的阅读世界 今天我要为你介绍一本音乐欣赏的入门书 书名有点长 叫是什么让我们难以领略音乐的艺术 这个书名立即引发了一个深刻的问题 为什么通俗音乐 如乡村林瑶和流行歌曲 我们很容易欣赏 但是那些严肃音乐 比如西方的古典音乐 我们却感觉听不懂呢 进一步思考这个问题 就会触及更基本的问题 即音乐的本质到底是什么 作者是清华大学比较文学专业的博士钱浩 他研究音乐 创作音乐 虽然并非职业音乐理论家 音乐只是他的业余爱好 然而 在钱浩看来 业余正是他谈论严肃音乐的优势 职业音乐人和音乐理论家 一直生活在严肃音乐的环境中 严肃音乐的规则和特点 对他们来说就像空气一样理所当然 他们感受不到普通人的困惑 也理解不了普通人为什么不能欣赏 相比之下 像钱浩这样的业余爱好者 在探索严肃音乐奥妙的过程中 更能体会普通人的感受 一旦他弄明白严肃音乐的规则是什么 魅力在哪里 他也更知道如何分享给普通人 严肃音乐的发烧油有很多 也不是每个人都能讲得好 讲得透 在这一点上 钱浩就更有优势了 他硕士阶段学的是哲学 博士阶段学的是文学 这样的学术训练 让他既有缜密的思考 又能准确地表达 在书中 他清晰地指明了 阻挡普通人欣赏严肃音乐的那道鸿沟 他说 这道鸿沟不是知识 也不是品味 而是观念 音乐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 通俗音乐和严肃音乐 都是它不同的子集 欣赏的方式和评价的标准都不一样 但很多人在弹奏音乐时 习惯性地把它们混为一弹 用通俗音乐的观念来理解严肃音乐 这就好像学会了跳棋 就认为所有棋类的规则都差不多 要用跳棋的规则来解释围棋 肯定说不清楚 这种深刻的认识 让很多读者在阅读完这本书后 都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 我认为前后的观点 不仅能帮助我们更好的欣赏严肃音乐 还为我们指明了艺术欣赏的入门道路 艺术欣赏是一种能力 既然艺术追求是艰难的 那么欣赏它也必然很艰难 需要耐心来探索审美能力的边界 知道如何在艰难中获得乐趣 这才是真正的文化修养 在接下来的解读中 我将分两个部分来讲述前后的观点 首先是严肃音乐是什么 它与通俗音乐和广义的音乐之间 到底有什么关系 其次是严肃音乐为什么难 我们应该如何欣赏 沿对艺术有些了解的人 大带听说过现代艺术 无论是音乐绘画还是文学 都有一个趋势 随着他们的发展 理解的门槛也越来越高了 这个趋势不仅让欣赏者感到困惑 有时候也会让创作者很苦恼 钱浩在书中引用了一个小说里的故事 一个作曲系的大学生苦苦探索现代派的手法 想要写出旷式杰作 结果他的作品太难听了 乐手和听众都觉得备受折磨 后来这位学生无意间听到有人用传统的技法弹了一首曲子 非常乐耳动听 他就自问道 世界上有那么多简单动人的声音 要那些尖色难懂的音乐干什么用呢 这位学生的困惑其实很普遍 这是因为严肃音乐的目的 本来就不是满足人的听觉需要 而是要给聆听这件事出难题 挑战我们的听觉习惯 人类天然的听觉需要就是乐耳动听 传情达意 钱浩说 这其实不难做到 只需要一把木吉他 一个安静的地方和一副不赖的歌喉就够了 歌手缓缓地拨动琴弦 唱出一段关于家乡或者爱情的歌曲 一旁的听众就会觉得好听 觉得感动 这种音乐叫做自然状态的音乐 后面我们就简称自然音乐 对自然音乐来说 声音的组织和运用只是手段 关键是听众能够感知情感 理解意义 至于音乐是怎么创作的 乐手是怎么演奏的 人们根本就不关心 就像庄子里说的 演者所以在意 得意而妄言 语言只是为了传达思想 那理解了思想 语言本身就不再重要了 严肃音乐跟自然音乐完全相反 追求的是纯粹的美 它通常很复杂 不一定乐耳动听 而且没有表达明确的意思 书里说的严肃音乐 主要指欧洲近代出现的古典音乐 刚接触古典音乐的人 很容易被古典音乐的名字搞晕 比如小雕第六交响曲第一乐章 不太快的有力的快版 这个名字就是把一堆专业术语连在一块 这一串名词其实不是我们一般理解的 提示主题的那种题目 而是标明特点的标签 A小雕就是乐曲的调性 而交响曲呢是它的体材 第一乐章是它的编号 而不太快的有力的快版 是对它的特征的描述 这个名字就像是档案编号 一般都是出版社或者研究者规定的 没有特别的意义 所以这种音乐也叫做无标题音乐 有点像中国古诗里的无题诗 那出版印刷的时候 也会标上无标题起一 无标题起二 有人可能会说 就算没有标题提示 音乐本身也能表达情感思想 甚至讲故事啊 钱浩说我们确实能从严肃音乐里感受到这些 但它们不是严肃音乐的本意 而是它的副产品 假设我正在欣赏一首乐曲 听到第一部分 我觉得悲愁又急促 那第二部分呢 我又感到它温暖而明亮 第三部分又重复了第一部分的感觉 听到这里我就想到 那一三两个部分 其实是表现了人生匆忙庸碌的那种常态 那中间温暖明亮的部分呢 就象征了短暂的快乐 整首曲子其实表达了作者对生活的一种态度 听起来是不是很像是正确答案 但是真实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呢 很可能做曲家在玩牌的时候 偶然想到了第一段的开头半句 跟人生毫无关系 第二天 他在钢琴前实验这个素材 根据音乐法则给他配上几个声部 再往后写 他就需要对比了 否则音乐就会变得无趣 那第二部分那个温暖明亮的部分 很可能就是这样来的 如果我把自己的感受分享给作曲家 他很可能会微微一笑 内心佩服我太能联想了 说到这里 你或许已经接受了前后的观点 无标题音乐确实不表达明确的意思 你可能会想 那些有标题的音乐呢 有些古典音乐不仅有标题 还有文字解说 甚至有歌词 那他们要表达的情感应该很明确吧 其实也不是 举个例子 得标希最受欢迎的乐曲 标题是《月光》 这个主题再寻常不过了 千百年来描绘《月光》的歌曲 《月曲》数不胜数 但是得标希 它是用印象派的音乐语言 来描摹《月光》的意境 让这首《月光》 跟其他表现《月光》的曲子都不一样 所以 关键不是要从乐曲中听出《月光》的感觉 乐曲的魅力来自作曲家独特的表现方式 标题只是一个帮助你欣赏的提示而已 换句话说 如果我们用枪击中了靶心 那值得惊叹的不是靶心 而是射击的技术 钱浩说 只要音乐按照法则和逻辑写成 听者就能从中听出某些情绪 想到一些什么 他会自己调动联想来解释这些情绪 所以我们从音乐里听出来的意义 像情感都只是复杂多变的乐曲的副产品 是听者主观的投射 他不客观也不深奥 对理解音乐也没有决定性的意义 自然音乐要悦耳动听传情达意 但是严肃音乐正好相反 那你有没有想过他们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不同呢? 钱浩说严肃音乐就是艺术化的音乐 它是自然音乐的衍生品 在广阔的音乐世界里 它开辟了一块只追求声音组合效果的新天地 这是音乐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发生的一种质变 这种质变其实是文化艺术的普遍规律 书法是一种艺术 它是书写的衍生品 小说是一种艺术 它是故事的衍生品 那同理 严肃音乐是一种艺术 它是自然音乐的衍生品 衍生出来的艺术形式与原始形式之间保持基本的联系 就如同书法和书写都以汉字的字形为基础 并都具备表衣功能 音乐和自然音乐都是由单音组成 功能都是听觉审美 然而 除了这些基本的联系 衍生出来的艺术几乎可以说是全新的物种 最重要的一点是 它们与母体追求的目标完全不同 书写的基本追求是写的清楚 其次是写的美观 然而 当对美的追求越来越极致时 书写的目标就发生了变化 开始追求纯粹的美 于是书法出现了 同样 当音乐不再追求好听感人和实用 而是追求纯粹的美时 音乐艺术就出现了 至于书写和自然音乐本来的要求 比如写的清不清楚 声音动不动听 表达什么内容 反倒是次要的了 艺术的目标是追求纯粹的美 但纯粹的美到底是什么样呢 在创作之前 我们并不知道 所以 艺术必然具有一定的实验性 会挑战人自然的感受力 这就是为什么 书法会让人越来越难以理解 而很多严肃音乐 也并非一开始就易于欣赏 这种质变不是一蹴而就的 需要漫长的演化过程 大致可分为两个步骤 独立和复杂 独立意味着艺术表达 不再借用其他的表达方式 音乐本来跟诗歌 舞蹈等其他表达方式打成一片 直到七月出现了 音乐才能够自视其力 能够独立表达了 之后 音乐就会出现各种自己的体材 比如奏鸣曲 协奏曲等等 直到无标题音乐出现 音乐艺术里 就完全没有非音乐的因素了 接下来 为了实现纯粹的美 艺术还要变得更复杂 这就需要让创作的规则更精细 也更系统 书法就会研究笔法 结构章法等等 音乐则会出现奏鸣 副调 套曲等等复杂的曲式 在近代欧洲 复杂的音乐艺术体系 能够建立起来 有很多现实的基础 比如乐谱的出现 和数学的发展 乐谱不仅是用来记录和传播音乐的工具 更是创作的工具 精确的记谱意味着把音乐量化 变成一套符号系统 它是创作出更复杂的音乐的基础 我们听古典音乐时 会发现同一段音乐里有很多的层次 叫做和声和副调 就像是把众多音符像织网一样编织在一起 如果没有精确的记谱 作曲家脑海中像网一样交织在一起的音符 就没办法记录下来 有了精确的记谱 有了和声和副调 音乐艺术就可以达到更高的复杂度 音乐艺术经过质变后变得更为复杂多变 拥有了更丰富的表现力 然而 这只是一个准备阶段 真正促使音乐艺术完成质变的是数学 长久以来 音乐的发展都与数学密不可分 哲学家莱布尼茨曾言 音乐是心灵的算术练习 指出在听音乐时 心灵总是在进行某种计算 尽管我们通常并不自觉 然而 音乐的发展一直受到一个关键问题的制约 即变调问题 音乐希望在乐曲中间能够灵活的变调 而这需要进行复杂的数学换算 是一个难以理解的数学问题 千年来 人类一直致力于寻找一种能够帮助变调的算法 吉律制 直到16世纪 随着数学的发展 巴赫成功完成了平均律钢琴曲级 这标志着音乐的制变彻底完成 欧洲的古典音乐 与自然音乐彻底分到扬镳 演变成一种新的艺术形式 因此 巴赫的平均律钢琴曲级 也被誉为音乐圣经 这种制变在某种程度上 类似于中国传统的文人化 在古代中国 书法 绘画 文学等各种艺术形式 都经过文人的加工 演变成为一种艺术 这与西方古典音乐经历的演化和制变过程 有一曲同工之妙 在《中国叙事学》和《自然之变》 这两本书的解读中 我曾从不同角度分析过 中国传统文人化的过程 在文章的第一部分中 我们了解到音乐的制变 是为了表达更复杂的情感 更深刻的思想 然而 钱浩认为 这种观点 源于我们根深蒂固的歌式音乐观 即用听歌的习惯来欣赏一切音乐 这种思维定式 阻碍了人们真正领略音乐的艺术 在文章的第二部分中 我们将分析这背后的原因 并分享前后对欣赏音乐艺术的建议 从小到大 在音乐课上欣赏乐曲时 老师通常会告诉我们 乐曲要表达什么 例如 《命运交响曲》被解释为 贝多芬向命运发出的呼喊 包含激烈的情绪和内心的挣扎 而梁柱的主题则是爱情 老师会不断提醒我们 每一段旋律描绘了什么样的画面 体现了什么样的情绪 讲述了什么样的故事 这种方式 使我们在欣赏时 能更好的理解作曲家的意图 演奏似乎演变成了一种搏击运动 中国古人斗古琴 现代人斗吉他 外国人斗钢琴 这种观念常被电影所呈现 老师们也常这样教导 然而 这其实是一种误解 钱浩认为 这种误解 原自我们对音乐的歌式音乐观的根深蒂固思维定式 歌式音乐观是一种古老而普遍存在的观念 各种文化中都可以找到其踪迹 诗经中表达了音乐原自人的情感 而音乐最早的形式就是人的歌声的思想 更深入的看 歌式音乐观是由人类发声的特点所决定的 人类天生的发音器官是嗓子 而吹奏乐器或弹奏乐器时 发声的原理是让气流通过共鸣体和正元体 这与嗓子发声的原理相似 人在呼吸时形成气流 喉头和声带振动 口腔 咽腔 鼻腔和胸腔形成共鸣 从而发出声音 由于人类的发声 必然受到人体的局限 这些局限决定了声乐的基本特点 也塑造了我们的听觉习惯 首先 人生的音域很窄 相对于大多数乐器能够轻松演奏的音域 人类在唱歌时 所能达到的最高音是有限的 此外 人唱歌很难做到音的跳跃 而唱超过三度的音会更加困难 加上人的肺活量有限 唱歌就必须保持一定的音程 使得我们的耳朵更适应旋律的线性表达 在听契乐时 我们往往会寻找类似声乐的旋律 希望它像歌曲一样流畅 如果契乐不能满足我们的期望 我们就会认为它不好听 因此 自古以来 声乐一直占据绝对的优势 而契乐则一直是小众的爱好 如今 我们习惯性地称音乐的唱片为唱片 这也意外地反映了对契乐的忽视 另一方面 人的发声原理 与乐器有根本的不同 在我们发声时 除了嗓子外 嘴巴也会参与 嘴唇 牙齿 舌头的活动 让嗓子发出的声音变成了语言 具有传情达意的功能 这是任何乐器所没有的 千万年来 我们早已习惯声音能够表达意义 因此一听到音乐 我们就会关心它在表达什么 即这首乐曲在说些什么 这导致了一个现象 我们总是期望音乐有意义 并根据其意义来评价 因此 音乐常被视为文学的一种表达形式 有人将其形容为你一般的音律 这是因为歌词往往涉及男女情感 而于波牙则认为 钟子期能理解她的琴声缭绘 无论是高山还是流水 然而 仔细思考这些都不是音乐的标准 而是文学的标准 因此 钱浩指出 柏牙子期并非年代久远的历史人物 而是歌是音乐观的守护神 在任何时代 人们在听音乐时都期望作者能像柏牙一样 听者能像子期一样 两者心心相应 有一句成语叫做方瑞原早 意思是 试图把方形的木桩放进圆形的木孔里 显然是行不通的 严肃音乐和音乐艺术就像圆形的木孔 而歌是音乐观则是方形的木桩 两者相遇必然不合适 但并非因为方形的木桩或圆形的木孔 做错了什么 而是因为它们本质上就没有被统一设计 歌是音乐观 源自人类发生的物理功能 是人的天性 而音乐艺术的出现要归功于自然科学 尤其是数学 是人的理性 这一对立关系让人们更理解 钱浩对欣赏音乐艺术的建议 在他看来 欣赏音乐艺术必须要打破歌是音乐观的思维定式 用理性来对抗天性 在这本书中 他以三个维度来讨论这个问题 即形式 深度和乐感 形式不仅仅是指外在形式 还包括乐曲的体系 以及与其他乐曲的关系 形式是音乐艺术的聆听地图 它向我们展示了乐曲的特点 以及其在整个音乐艺术网络中的位置 有助于更好的理解它的魅力 深度并非指我们一般所说的深刻 而是一种直觉体验 传统上 我们认为深刻是符合文学标准的 比如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 表达了人对命运的抗争 而钱浩所说的深度 听起来有些玄妙 他分享了一次 在唱片店试听一张小众唱片的经历 其中乐曲的开头 只有清脆的木棍敲击声 陷入寂静 数秒后 又是一声响亮的敲击声 如此反复一分钟后 乐曲才逐渐出现其他声音 在这个时候 一位老人评论道 深啊 这个 钱浩受到了极大的触动 这也是许多音乐理论家 难以解释的音乐深度问题 实际上 即使是不懂音乐的老者 也能直觉到这一点 简而言之 音乐的深度 是一种难以捉摸的感觉 需要你主动关注 花费心思 集中精神 深度与创作技巧有关 例如 如果一首歌曲 采用四二拍或四三拍 我们容易跟随拍子 感受到它的简单 但尝试兼听会导致麻木 若乐曲节奏更为复杂且变化多端 我们则会觉得困难 更容易被吸引 最后 我们来谈谈乐感 乐感是我们天生具备的 无需刻意练习 然而 欣赏严肃音乐 需要培养一种 与我们听觉习惯相悖的乐感 采用符合天性的聆听方法 例如专心感受旋律中的情感 了解作曲家的生平 借用生活体验来帮助理解等 有时会反而干扰我们 真正领略音乐的艺术 需要消除这些干扰 回归音乐本身 深入到声音的组织方式中去 那么 如何做到呢 在书中 钱浩提出了很多具体的建议 如使用工具书寻找乐曲 反复听对应乐谱 并确保对乐理有一定了解 最好尝试自己作曲 实际上 这样的欣赏方式 可能显得有些艰深 如今 听音乐变得越来越方便 只需打开音乐软件找个歌单 随时随地都可以开始听 是否有必要故意为难自己呢 看完这本书后 我觉得自己被钱浩说服了 美是有代价的 想要领略音乐的魅力 就需要付出一些努力 这个道理有点类似于健身 如果只是想保持健康 散步或游泳就够了 但是 如果你对身材有特定要求 或者是职业运动员 你就得研究饮食搭配 努力在每次肌肉训练中做到力竭 这些事情都很难 有些违背我们的天性 但也是提升能力 必须要做的功课 运动是一种能力 欣赏也是一种能力 所有的欣赏 都需要一点违背天性的刻意练习 做一点为难自己的事情 喜欢好听的音乐 美丽的画面 精彩的故事 那都是我们的天性 要真正领略到素材组织的巧妙 结构布局的心思 就需要一些真正的文化修养 好 好 好